连准会降息的希望提振市场情绪 美股主要指数周一陈述上涨 各股方面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日前造势活动上遇刺后 外界认为川普大选获胜几率提升 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监狱营运商 和其他可能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受惠的股票 在周一起涨 另外 美希百货终止与Arch House Management Brigade Capital的收购谈判 表示后者提出了收购报价缺乏融资的正确性 消息传出后 美希百货股价种错近12%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会绿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明日为7月月选结算 嘉全今日上涨回补7月12号的向下跳空缺口 但最终指数收盘在周线之下 而今日成交量明显缩小 贵买指数在周线附近徘徊 而月线上弯持续往上方靠拢 成交量比昨日放大一些 puts core ratio为106.3 选择全位平仓 23600puts增加3315口 同时为最大位平仓 而24150口增加2351口 最大位平仓在24200口 变动区间为23600-24150 今日台积电贡献123.77点 可看到10点左右台积电快速拉抬 并带动嘉全指数上涨 但今日上涨加速与下跌差不多 另外可看到伪创大涨6.57% 但均线目前空投与筹码面相对弱势 投资人可多加留意 上涨的时候是否形态与筹码面符合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口袋契约活动开跑啦 满台股300万台币 或每股3万美金 口袋请喝全家Let's Caffe 最多20杯 新开户送520元手续费折底金 即当月交易一笔台每股 再送全家双清令最多两支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